你打游戏要升级打怪 只要你要打塔的婆娃圈 喝奶茶还要盖章换菜来一杯 学生学习能到就不需要来点甜头了吗 必须打 老师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在日内网教中文的妹妹老师 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学生的课堂反应感到沮丧 为什么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我设计的活动没有人感兴趣 除了反思教学内容之外 我们还可以反思一下 我们使用课堂激励手段了吗 必须要激励 必须的 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 本质上都是一个调动学生学习行为的过程 而学习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消耗能量的事情 没有一定的激励机制 你想要学生保持一个稳定的 积极的非常配合你的学习状态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所以学生需要奖励去激励他 一次一次的调动能量去学习 可以是精神奖励 也可以是物质奖励 我选择简单粗暴的物质奖励 所以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 怎么样让学生获得学习奖励 以及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学习奖励 现在可以实现课堂奖励机制 自动化的第三方平台和方法是非常多的 但我今天分享的是两个我正在使用的 看似笨拙 但实际上意外好用 而且持久的课堂奖励机制 为了拍视频我给他们取了两个名字 一个叫做课堂积分 一个叫做波动打卡 老师们重点关注他们的操作逻辑就好了 那我们开始吧 先分享一个自制的积分界面 是生肖主题的 原理和小时候班级里贴的光荣榜是一样的 每个学生有自己的积分进度条 每节课拿到足够的课堂积分 课后就可以获得一个图标 累积一定数量的图标就可以兑换奖品 然后重新计数 简单来说就是课堂积分换图标 图标换奖品 怎么样可以获得课堂积分呢 提交作业 回答问题 小组讨论 完成练习 或者是课上几率良好 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每一节课前 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一张 写有他们名字的积分卡片 或者利用他们的课堂练习本 写上当天的日期和姓名 然后老师们可以给自己的课堂活动 随机复分 比如说复习答对了一个生字词 加一分 全班生字词接龙成功 每个人加两分 课上累计举手五次 可以额外加两分 完成用看图说话 或者看图写作 可以加三分四分 可以给单人项目复分 也可以给团队合作项目复分 达成一个合作和竞争的平衡 最后就是设置一个课堂的积分目标 可以在课前直接告诉他们 今天我们要达到25分 就可以换图标 也可以在课后告诉他们 今天有达到25分的小朋友 可以换个图标 或者说今天得分最高的前10名 可以换个图标 经常换的方式 可以带给他们新鲜感 我有的时候就是到班上说 今天来了几个人 今天几月几号 数字加紧乘除一下 随便得出一个号码 小朋友们也是挺兴奋的 参与这个环节 这个积分制有几个操作小技巧 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可以先拿一个本子 亲自给学生积分 让他们觉得 这个积分制度比较正式 有仪式感 慢慢的可以让学生 自己完成这个积分卡片 也可以让他们相互登记 形成一个学习小组 相互监督 二 请当着学生的面 把图标加上去 让他们看到自己 努力了一节课的成果 不要让学生之间的 积分差距过大 使用一些小手段 让他们的积分区域都在爬升 四 对图标相对落后的学生 不要谈它的落后 只要谈它 再做什么事情就可以获得新的图标 给它一个具体的努力方向就好 哇 东东已经获得五个图标了 太棒了 只要下次再做作业 就可以再加一个图标了 对不对 老师等你了作业哦 第五 像我一样比较懒的 像我一样比较图省事儿的老师 可以直接使用PPT的复制粘贴的功能 每次记得保存好再退出 课堂积分制的优点就是 类似于游戏的升级打怪 学生们可以持久地获得一个课堂活动的积极性 谁用谁知道了 第二 每个同学都可以获得他的学习奖励 只是快慢的速度不同而已 这就不容易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了 这些积分制当然也有缺点啊 第一 当你课堂人数比较多 学生人数超过十名的时候 这个积分制登记起来就比较费时 这时候建议借助一些第三方平台 第二个缺点 他费钱 当然我马上再片尾分享一些老师的自救指南 分享一些我用过的性价比很高的小奖品 和课堂积分制逻辑相同的 老师们也可以设计一套打卡机制 在学习初的时候 给每个学生发放一张空白卡片 然后设计好你们打卡的规则 老师们自己准备好漂亮的盖章或者贴纸 效果是一样的好 而且打卡机制也适合人数更多的班级 适合网课 适合成人学生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好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老师们一些灵感 去创建属于自己的课堂经历机制 如果你们已经有好点子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跟我们一起真想推荐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啊等等 最后我要分享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小奖品 对奖品感兴趣的老师 欢迎订阅评论 我会在评论里偷偷告诉你的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